大家好啊 朋友们 这个恒大的危机啊 现在看来在扩散啊 在深化 在严重啊 昨天我在推特上看到了一个视频 恒大集团的自己的员工都到他们的办事处 好像在西安吧 住陕西省的办事处去闹事去了 当然闹事有点负面 正面的说叫维权 拉着横幅 要求他们归还自己的血汗钱啊 这个恒大 还有他们到期的那个债券 企业债券也向自己内部的员工募集 现在好像也还不上了 但是高管们的 我看到一个消息说 高管的25亿给了兑付了 但是普通员工呢 因为普通员工平常你挣的工资就低 普通员工人多 但是一共才募集了两个亿啊 我也是看到 有一个聊天记录啊 回头再跟大家看那一段啊 就是说 恒大的危机 从去年啊 给画了三道红线 就是说这个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啊 这种夸张的无限度的 这种无休止的融资 这个政府层面 中国政府金融监管机构意识到了有问题 有巨大的风险 甚至会导致崩盘的系统性的风险 所以很多这个房企也包括像恒大这样的巨无霸啊 什么融创 是吧 融创这不是在那个西安 是吧 包括在融创 在山东 青岛都有违约现象出现了啊 所以现在中国的房地产是一塌糊涂 商人 房地产开发商都是奸商 偷工减料 倚次充好 利用工摊面积 各方各面 这个坑消费者 在这个工摊啊 车位啊 物业费啊 然后这个房屋质量啊 总之啊 现在是奸商和贪官肆虐的时代啊 像许家印这样的啊 他欠了大量的债还不上 想让这个广东省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来救他 中央政府的钱是哪来的呀 他们印票子也不能无限制的印吧 也都是从民间 如果说搜刮有点难听 是交税 割韭菜割来的 对吧 现在中国的整体的大环境 对吧 川普一上台 对中国强硬这个贸易战 中国要大量的这个外汇储备 在缩减 在减少 在流失 是吧 知识精英 财富精英 纷纷把自己的钱转移到境外 包括那些大的红二代 那些权贵 那些大家族也都把钱转移到境外 所以现在中国就是个空穴 就是个空架子 就是百足之虫 百足之虫啊 死而不将 就是仗着过去有点老底 跟那勉勉强强的支撑着 但是啊 独木难之大厦 实体经济也不行啊 是吧 你不管是向须就实 向实就虚 实体经济 金融经济 房地产经济 都出现了大的问题 现在中国就是黎明前的黑暗啊 大厦将清 现在这船要沉 聪明的人早就跳船跑了 是吧 现在还在船上的人 反正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是吧 很危险啊 这个恒大有可能他连累 其他的房企啊 他起到一个恶性的 一个示范作用 一个多米诺的骨牌 是吧 这个将来银行 如果大规模的违约 是吧 资不抵债 啊 这个老百姓购房者 啊 这个房奴们 如果实在是房价跌得太厉害 还不起 也可能他就不还了 对吧 你像在北京的这个环京 北京周边的北三线 是吧 包括这个廊房 啊 三河 燕郊啊 大厂 湘河 固湾啊 什么卓州啊 淮来 都有类似的情况 甚至包括这个 前一段这个山东 前几年热销的海景房 说是海景房 很多人很高兴去买了 便宜啊 现在都赔着在卖 都得赔个三分之一左右在卖啊 啊 北京的房价也跌了 16年的时候最高峰 你像在旺京啊 一套三居室 150多平的最高峰的时候能卖到 1700多万 啊 然后前年 前年啊 这个 16年1700多万 19年也就是卖个1200万 现在也许1200万都卖不掉了 是吧 你算吧 这个19年的时候已经跌下去了 差不多30% 现在应该跌的更多了 还有去年我做的节目 我在北京的朋友 他在那个玉泉路那边啊 离巴巴山挺近的 在石井山跟海淀交界的地方 他那房子也都便宜了 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左右 啊 这个趋势 是吧 人们都是一种心情 一种心理啊 市场很少有 有冷静的 有理性的 都是一种感性的 都是买涨不买烙 越涨人们是越买 越烙越跌越降 人们是越不买 是吧 而越不买 房子越往下跌 房价 这就是 就像一辆车 是吧 这个跌出了公路 冲出了公路 往山谷坠落 啊 这大趋势 可能路上啊 这跌落的过程中 有几个大石头给绊一下 但是你这加速度足够大的话 早晚会跌到谷底 是吧 看看日本了吗 曾经东京的房价 是吧 整个东京的不动产 就能买下整个美国 现在中国的房地产 能买下美国 日本加欧洲 这正常吗 你再看看人们的收入比 是吧 租售比 啊 就是说你这个房子 你用你多少钱的收入 能买下来 现在已经都远远的不正常了 是吧 燕郊那边也跌了 我刚才说的是朝阳区望京 跌了啊 燕郊也跌了 燕郊最高峰的时候已经 呃 燕郊核心区都过三万了 现在只有一万多了 所以那个已经是腰斩了 一半了 然后到香河大厂那边 有的都跌到了 只有原来的30%了 都叫七斩了 都到七盖这了 下一步直接就挖个坑就埋了 是吧 就直接就到脖子这了 现在中国的经济啊 中国的房地产 大难临头各自飞啊 赶紧想折 是吧 前一段不是有一老哥 说我燕郊这房子白送你 他不是白送 他还不起贷款了 资不抵债了 买的时候特别高 是吧 我认识的有些朋友 有一个河南人 娶了一个吉林人 然后他们生了一个儿子 要给送到那个哪 送到英国留学来 那孩子学习成绩不错 然后呢 那个这两口子 还是把北京的房子卖了 到燕郊买的房 花了两万多 然后还有给人家中介 房地产中介 光现金不开票 就给了40万 还有一个江西西川县的 就是井冈山那边 这小伙子30来岁 有俩儿子是个毛粉 就这小伙子就在哪啊 就在顺意 在顺意一个那个药物 卖药的一个配送中心 给人家送药的 一个月才挣几千块钱 然后他老婆可能也在顺意 那边找个活干 老婆也是他们江西西川的 这个毛粉这小伙子 也是花两万多 然后又给人家 好几十万现金不开票 然后又去买的房子 在燕郊 现在他们要在维权呢 为什么维权呢 因为他们觉得亏了 是吧 现在房价跌了 两万多买的 差不多全合下来两万八 现在房子也只能值到了一万四五 差不多跌了一半 前几天还跟我请教呢 说你不是搞个业主维权吗 你帮我想想招吧 我说我能帮你想什么招啊 你给人家几十万四十万吧 又没有票据 对吧 你就是有票据 你也是心甘情愿给人家的 人家也不是拿那个大片刀 拿王八盒子 拿那个搏壳枪 拿三八大盖 拿AK47 是吧 拿八一杠 是吧 拿马克信机关枪 马克进 是吧 拿捷克那个叫什么 歪霸子 歪霸子机枪 又不是顶着你的 你赖谁啊 你主动给人家的 对吧 这东西有钱难买乐意 对吧 两厢情愿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周瑜打黄盖 是吧 这个事你说的清楚吗 人又没逼着你 又没有胁迫 又没有诈骗 你主动给人拿的钱 你这钱你要不回来的 对吧 你在中国 尤其在中国 你更要不回来 对吧 中国好不容易叼你一口 咬你一口 吃你一口 对吧 黑你一下 我们老家白洋电话 叫钻你 给你搁在手心里 钻 他钻你 就是他骗你 钻你之后 在手心里 你还看得见黑白吗 对吧 就把你蒙在里边了 就是一个信息的黑洞 中国到处都是信息的黑洞 房地产也是 是吧 十年前 2011年 是吧 我这个节目 我这个频道的那个 对吧 最开始那首页上 我支持人大炮 我不就说了吗 中国的房地产 就是泡沫 就是个信心 中国就是房地产经济 也叫拆房经济 也叫土地经济 对吧 要不然你就移民 对吧 把你的房产处理处理 要不然你就 留在中国 你就当一辈子房奴 六个钱包 甚至都不止六个钱包 有的还得跟别的亲属 还得借 是吧 所以现在在中国 这房地产 最后已经现在 中国的房子 早就富裕了 总量上早就富裕了 当然了 中国的新闻联播 天天给你播 北上广 北京的天安门 CBD 王府井 上海的陆家嘴 外滩 广州的小蛮腰 深圳的黄港口岸 是吧 蛇口 开发区 老给你播这个 对吧 你要看这个 你永远信心满满 但实际上 包括在北京 天津之间 有一个亚洲最大的鬼城 好几十万人的 那个容量 几乎都没人住 那个入住率也就 百分之五左右 啊 在那 你要去那租个房子 什么的特别便宜 那个地方我都去过 啊 当年新浪乐居忽悠我们 也让我们去那买房 另外给他们造势 人家招待我们吃喝 我那会儿是一个新浪乐居 一万多人的房地产板块的板主 那会儿啊 也也是啊 装逼也装的挺云式啊 也是张牙舞爪的 云山雾罩的 现在也是装啊 现在装的原来好点了 是吧 反正啊 一朝先吃遍天 跟下棋似的 你得啊 下一步能看出两步去 你得有一个近期的 中期的 远期的规划 人生啊 主要在选择 当然也在努力 是吧 你没有钱 你到哪都不好使 你有了钱 你到哪都是大爷 是吧 就这样吧